好啦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個 漢宮三十九號石兵的草原 七月二十九二八要來基盤 今年是第一次來登用到 台東鳳梨民用的基長 要來進行戰機緊急的起降 跟掛大頂頂做整的進步 七月二六也要在土耕基長 來進行環空起降的做整的草原 另外台北港是很關鍵的基礎設施 所以在那一陶早也在台北港 就有的山坡來進行燕聯 也要提醒我們的鄉親七月二十 也的基盤萬安演習 二十四號百部先來基盤 接下來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號 分配是南部 東部 和中部地區 民眾大家就要配合京部的燕聯 如果沒有 相關是法寬十五萬 韓國三十九號演習 將在日期開始 宣傳五港四月 國軍早上 在台北港附近進行議員 兩隻陸軍航天堡 歐陽自生機 和兩隻阿帕士 攻擊自生機進行燕聯 紅色白鴻攻擊軍的歐陽自生機 載入地域的官兵衛自生機 滅入土耕 國軍的三兩年在台北港 以及附近的巴黎海埔進行 香港衛生的士兵草原 主要是因為 台北港是關鍵的基礎設施 附近的海埔 落入紅色的山坡 是重要的戰力委員 國務蘋果 共軍的主力 定力四大山坡 包括台北港旁邊的南口 報道處 土峰 海鶴 台中 加南 台南火球 最近滾風草原的海埔 分佈在台北港附近的 新北北里 華連北部 台東日本 跟賓東 加禄棚 另外臺港鳳梨基礎 兩台F16 解空 中 定員漢室 今年頭一次將台東鳳梨基礎 起降的補給加進 鉗石的亨物 四十三公園 孖母乳記也落地 無海河波 國軍艦宮山賓 上到附近的河濱 中最初針對台東鳳梨的民用基礎 建制建紀緊急關鍵 掛大廳聚建任務 總統二五中情主教會 要格保共軍無杜 為巴西海疆進化 旁邊也可以看到 有很多軍事賣 用肩頭進去 十幾人騎到腳車車上 就是要遇到軍機港路民用 既定的衛兵 如果在通訊連郵槍國軍官兵 請相關的裝備 集合列隊 入口通訊連郵槍執行人務 進行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的 安全 奉後維園 台儲新台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之罰款 另外我們鄉親也要注意 萬安四月六號元申 七月二四 先去北部地区基行 南部地区是七月二五 東部七月二六 中部七月二親 會不會點半到兩點 要注意萬安元申的經驗 除了車要我路邊停車以外 車上人員也要必須接受 印度集金票欄 元申期間我們鄉親 如果沒有配合關係 最關可以發十五萬塊 請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也不要忘記收看華視新聞雜誌喔